唐宁街10号门外一早就有媒体聚集守候 因为卸任首相特拉斯最后一次召开内阁会议 离开唐宁街前发表告别演说 特拉斯细数自己50天的政绩 也祝福新首相苏纳克能带领英国脱离困境 特拉斯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尔斯国王提出辞呈 结束短短50天的执政 苏纳克也在周二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 只是苏纳克想当保守党救世主恐怕很难 他在担任强身财相时 就因为卷入派对门丑闻遭到罚款 妻子更是被踢爆在英国根本就没有缴税 此外苏纳克面临保守党严重分裂 加上强身让英国民众对首相这个职位 完全丧失信赖几乎变成笑话 苏纳克接下的保守党跟英国都算是烫手山芋 TVBS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